好 接下来今天的全球大小事要先关注到AZ疫苗的后续 很多国家都是打韩咖 而世卫只出示安全的建议继续使用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草莓可卫小江源 好 我们谢谢螃蟹主播 没有错 这一节全球大小事我们要来关注 目前其实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 他们都是暂停或是还打AZ疫苗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是说其实经过他们专家的会议之后 他们认为AZ疫苗的血栓疑云 其实专家调查之后认为是安全的 但是他们是建议各国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的使用AZ疫苗来进行接种的计划 那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是指出 针对疫苗安全性的全球顾问委员会 他们正在小心的评估最新的安全数据 目前世卫仍然是认为AZ疫苗的好处 是大于它的风险 因此就建议各国仍然是继续的施打 因为现在的疫情还是相当的严峻 而同样美国国家的卫生院院长科林斯 他同样也是表示AZ疫苗不太可能会引发血栓反应 那对于多国宣布要停打的政策 他是感到相当的惊讶 认为要找到两个之间的关联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因为他说其实现在已经有1700多万人接种了AZ疫苗 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不到40个人 他们出现了血栓的反应 那是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发生血栓 所以不一定是因为施打了AZ疫苗 有可能施打别家的疫苗也会发生血栓的反应 那尽管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说了先不打AZ疫苗 但是英国的卫生部长韩考克 他仍然是表示AZ疫苗的安全 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对健康会造成任何的风险 那韩考克是说英国已经施打了超过1100万剂的AZ疫苗 而民众接种后通报血栓的案例的发生率 是比一般民众预期的还要来得更低 那另外他们的首相强森 他也是喊话表示自己最近就会来接种AZ疫苗 显示他对他们自家的疫苗是相当的有信心 而且现在其实还有一名英国的专家是指错 血栓症状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毒导致的 所以代表说患者他们在施打疫苗之前 或许就已经先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这位是伦敦的卫生剂热带医学院药物流行病学的教授 伊凡斯他所说的 因为他说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就是会引发血栓 所以很有可能患者他们是因为已经先确诊了 然后他们再去打疫苗 最后还是引起了血栓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已经先感染了 而不是因为AZ疫苗 而且英国的瑞丁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 基本斯他也是拥有同样的看法 指出其实大量的证据显示 严重的新冠感染会提升血栓的风险 他进一步指出所以民众不接种新冠疫苗的风险 可能还是会来的比较高 所以可能还是会有更高的几率 会发生血栓的反应 不过另一个让大家非常头痛的当然就是变种病毒 而且现在变种病毒是越来越多 那世卫的专家在17号就表示 他们会建议这个新冠变种病毒株蔓延的国家 使用的是美国的交生集团研发的疫苗 那他说呢 交生疫苗在变种病毒株的传播率高的国家 现在已经证实是有效的 那世卫就表示 在检视证据之后 这款疫苗不仅安全 它保护效力也是足够的 那他们建议18岁以上的所有民众都可以来使用 而且是没有年龄上限的 就是希望能够赶快有效的抑制变种病毒 持续的增生 不过有些人可能看到针头是会蛮害怕的 不敢来接种疫苗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传出来了 因为世卫表示 今年年底可能就会有6到8种新的疫苗要问世了 然后准备好 现在是要来接受监管审查 那其中呢 其实就包含了注射 而且呢室温储藏的疫苗 那在全球195个国家当中 目前只有122个国家是启动的疫苗接种的程序 那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来自各国的订单 实在是太过庞大 大家都需要疫苗 那药厂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吃下所有的订单 那另外随着新冠病毒传播开来 其实各种的变异病毒株是陆续的出现 那让药厂要完成订单的任务 更是困难重重 而且呢有些族群啊 目前是没有办法或是不建议来接种疫苗的 像是呢孕妇啊或是孩童 因此有许多的药厂呢科学团队他们在研发 不需要注射的疫苗 那目前处于试验阶段的疫苗 在替代技术和给药方面呢都做出了改良 包括了就是一剂式啊或是口服鼻喷 又或是皮肤贴片 这样子不同的方式 那就显示了其实是更适合孕妇等等的族群 而且另外部分的药厂也正在进行升级版的疫苗测试 就是要来应对新冠变种病毒 好那再来又是一个好消息咯 这个是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 将要在4月底要重开了 其实美国从去年3月他们爆发了疫情之后 所有大型的主题乐园全部都关门 那位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从去年3月14号一路关到现在 所以已经一年了 那让众多的迪士尼迷啊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畅游 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那现在随着疫情好转 加州迪士尼乐园是宣布 将在4月30号要重新开放 那成为全球最晚重开的迪士尼乐园 那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的总裁是表示 到时候将会有超过1万名正在放无薪假的员工 他们要重回岗位 准备来欢迎大家回到乐园 那现在这些员工 他们还要接受一些培训 让乐园能够根据政府的新防疫要求来运作 那按照呢 加州政府的指引啊 其实主题公园 如果在那个郡是进入了红色等级的时候 他们可以开放 并且容纳的人数上限是15% 那目前呢 游乐设施还有主题公园 只向加州当地的居民开放而已 那所有3岁以上的访客呢 都需要登记预约 就是要实名制 而且呢 像是引起一些聚集的活动啊 像是一些游行等等 暂时呢 还不会恢复 那目前也不会提供任何的室内用餐 以上就这节的全球大小事提供给您